OperWRT可以像硬路友一样 一步一步的引导网络设置 你可以一键挂打硬盘 一键设置WebDAV 一键设置RV2 一键实键Docker的前移 而且它还内置了非常好用的软件商店 甚至可以实现在线的固件升级 本期视频全程干过 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的看 相信用过软路由的小伙伴都会对OpenWRT系统不陌生 但是在我们早些年玩这个东西的时候 也只有老外的固件 后来传说中的三个大佬 也就是OpenWRT的玉三家 他们在官方源的基础上 做了很多的本定化的设置 现在我们在Github上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 根据玉三家的源进行进一步优化的固件 就比如说我之前用的这个Ether大佬的这个固件 什么高大全小而美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有兴趣的小伙伴建议大家去关注一波 但是即便是有这么多的固件 即便是这样 OpenWRT本身使用起来也是非常之麻烦的 我相信你只要使用过一次 对那套非常繁琐的设置流程 也会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如果要是OpenWRT系统 像硬炉有一样有开机指引 那这个就太好了 终于还是有开发者看到了这个问题 并且做出了一套目前为止 我认为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 那你使用这个固件 OpenWRT可以像硬炉有一样 一步一步的引导网络设置 你可以一键关的硬盘 一键设置WebDAV 一键设置RV2 一键实践Docker的前移 而且它还内置了非常好用的软件商店 甚至可以实现在线的固件升级 这套固件进一步降低了 玩软路由的门槛 可以说对新手的用户是非常非常之友好的 那么接下来 大家就跟着金水一起来了解一下 小宝出品的iStore OS 好 首先我们登录到软路由的后台之后 大家就可以一眼看出 这个跟传统的OpenWRT系统的不同之处了 大家可以在这看到 导航R里面多了两个新的页面 这个首页就非常简单粗暴的显示了 流量统计 网络状态 硬盘动态 存储服务 系统信息等五个分区 各种内容是一目两然 我们来到网络引导页面 你可以非常轻松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设置 到底是拨号 还是DHCP 或者是旁路由的模式 那你也可以在软件商店里面 找到非常多高频的热门软件 无论是安装还是删除 一键解决 绝不吞一袋水 那接下来呢 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在五分钟之内 完成一个全新软路由的快速设置 我们现在来到浏览器 默认登录的地址是192.168.100.1 那用户名是root 密码是password 我们也可以点击这里 直接来到网络向导 如果你希望用你的软路由拨号 那你就在这里选择宽带拨号 如果你是用光猫拨号 或者是把软路由作为二级路由来使用的 你可以选择连接现有路由 如果你希望把软路由设置为旁路由模式 你可以在这里选择配置为旁路由 每种方式都是有非常详细的引导的 如果你还不明白 这里还有配套的图文解说 我在这里演示的是设为二级路由使用 DHCB自动获取IP地址 如果你需要手动变更DNS 也可以在这里直接填入 在这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点击保存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主页这里看到我们的网络的状态了 这里已经显示了已经连接互联网 连入了一台设备 这台的IP地址是192.168.100.105 网络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来到磁盘信息 你在这里可以看到 我已经连入了一个64G的MSATA 我们点击后面三个点 这里就可以看到 未挂载的磁盘的分区了 我们点击手动挂载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你磁盘的容量 跟格式化的类型 你也可以在这里更改挂载的目录 我在这里就选择默认 好 我们现在点击确定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磁盘挂载完成了 大家看是不是非常省事呢 挂载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把Docker快速设置一下 我们点击快速配置 我们需要把Docker的根部录 迁移到我们刚挂载的分区上 我们在这里选择 我们刚刚挂载完成的分区 点击确定 这样就迁移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好 我们接下来 来设置一下桑莫共享 我们来到存储服务 我们点击快速配置 在这里可以看到三个选项 我们选择局域网文件共享 我们现在点击下一步 这里已经列出了所有的磁盘分区 我们在这里选择你想要共享的分区就好了 好 我们点击下一步 这里可以看到目标分区的大小 确认无误之后 我们点击格式化选项 因为我们之前在挂载分区的时候 已经格式化过了 而且我们已经把Docker迁移到这个分区上了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再格式化了 好 我们在这里选择不格式化 使用原文件系统 好 我们现在点击下一步 这里我们需要填入一个共享名 和一个用户名密码 大家在这里要注意这个选项 如果你家里有电视盒子 或者是智能电视需要访问这个共享目录的话 建议把这个勾选上 这样会兼容更多还在用旧版Samba协议的电视和电视盒子 完成之后我们点击创建 大家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Samba启用的状态了 这就说明我们的共享已经设置成功了 我们现在可以找到这个共享目录 填入我们刚才设置的用户名和密码 登录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已经设置好的这个共享的目录了 好 我们现在测试一下 我们复制进来一个文件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复制文件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说明我们的权限也是OK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设置一下WebDAV 我们在这里一样选择快速设置 选择WebDAV共享 点击下一步 这时候系统会提示你需要安装对应的插件 好 我们点击好 系统就会自动的帮你安装插件 和需要的环境 插件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选择需要共享的磁盘或者是分区 好 我们现在还是选择之前挂载的那个分区 我们点击下一步 这里呢 我们还是选择不格式化 那如果你在这里格式化呢 我们之前做的上方共享 Docker的迁移呢就基本上没有用了 好 我们继续点击下一步 在这里呢 我们填入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呢就用默认的这个root就可以 那密码呢 我们填简单一点 123456 好 点击创建 这样呢 我们就把webdav设置完了 我们点击这里的服务路径 填入我们刚才设置的用户名和密码 这样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在网页端登录了我们的共享目录了 右云这里呢 我们就快速带过了 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就可以看我这一期的视频 这样呢 我们就把存储服务的这三个板块 就一次性的设置完了 大家看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设置一下 我们的下载神器Aria 2 好 我们现在点击快速设置 系统会帮你自动安装Aria 2的插件 和运行的环境 然后呢 我们选择下载目录 我们还是选择之前挂载的那个分区 另排这里呢 我们随便输入一串数字就可以了 后面的这个选项呢 我建议大家选择默认 然后呢 我们点击启动 现在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Aria 2的后台的地址 我们现在点击这个地址 打开后台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显示的是认证错误 那我们需要修改两个参数 好 我们现在来到NG的设置 好 我们点击这里 我们现在点击这个RPC选项 我们需要把RPC的请求方式改成WebSocket协议 然后呢 我们需要在下一行填入我们刚才设置的密钥 就是123456 全部填写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关闭网页 重新登录一下 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后台的地址呢 已经可以正常的连接了 到这里基本上我们的系统就已经设置的差不多了 设置的部分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固件新的一些亮点 好 我们来到软件商店 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应用 都是系统帮我们自动安装好的 好 我们现在点击全部软件 大家可以在这看到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热门的软件跟插件了 大家可以在这里通过按标签选择你自己需要的内容 目前呢 有34个常用的软件供大家自由的选择 安装和卸载都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 我们只要在这里找到想安装的软件点击安装 大家看到这个进度条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关闭这个安装窗口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可以在已安装这里呢 找到我们刚才安装的软件 大家说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 另外呢 如果在软件商店里没有找到你需要的内容 那你可以把自己需要的软件或者是插件 通过手动安装的方式呢 安装到系统里 那我们在这里点击手动安装 那我们找到你想安装的这个软件或者是插件 点击上传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进度条走完之后 我们同样关闭安装窗口 那这样呢 就可以在相应的地方找到你安装的软件了 那当然呢 手动安装的第三方的插件或者是软件 不会出现在已安装的软件里 因为固件的开发者也不会对用户自行安装的这些软件或者插件负责 相应的这些插件呢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会需要 那你可以在Github上搜索对应的名称就可以找到 也是非常简单的 相信看过前面的内容 大家都会对这个新的固件呢 有一个简单的认识和了解了 那我也相信老观众呢 应该已经看出来了 那这个固件呢 就是小宝大神在Espy上的那个固件 它现在移植到了X86的版本 这个固件呢 在基础网络的设置跟磁盘管理上呢 是非常非常接近传统英路由的这个使用体验了 固件呢 又支持在线升级 它其实进一步的降低了软路由的使用门槛 那也大幅多的节省新机入手的设置时间 软件商店的加入呢 让用户可以非常容易的安装 或者卸载自己想要的软件 一友云清纳斯可以无缝接入 让all-in-one主机可以进一步的深入小白用户 你可以非常方便的通过一友云的app 远程控制你的软路由 甚至是软件中心的应用 给入门用户一个新的选择 但是这个问题呢 也是比较明显的 那我们现在说一下它的缺点 整体的这个界面设计呢 个人觉得还是不够精细 我觉得呢 还是有不少的提升的空间呢 软件或者是插件 能一键设置呢 还是太少 这个Array 2呢 还需要进行二次设置 那暂时呢 这个固件还不支持无线网卡的驱动 那软件中心的这个官方支持的软件呢 还有点少 目前只有34个 暂时还没有达到CUSH内的顶端的那个程度 那如果你想在线升级 那已经安装好的插件呢 有可能会丢失 那需要大家手动备份一下才好 但是总体说来呢 瑕不掩瑜 那终于有人肯站出来给小白用户一个新的选择 那也希望宝哥可以再接再厉 尽快修复现有的这些问题 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好用的固件 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去他们的官网 或者是GitHub上下载体验 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 可以在我跟小宝的频道下面留言讨论 那我也会把固件下载的链接放到视频的说明里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如果小伙伴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 那求个三连 那视频制作不易 你的点赞评论和转发 将会对我和我的这个频道有非常大的帮助 YouTube小伙伴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错过我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你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会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秘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 IN GEN 感谢观看